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为了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原小洞 来自于阿里云安全团队 我也是RocketMaticureStreams的conventer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RocketMaticureStreams 清流计算在云安全和边缘计算的最佳实践 我们会从四个角度来介绍RStreams这个开源框架 首先介绍什么是RStreams 接着介绍一下RStreams的架构和实现原理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RStreams 在安全和边缘计算的应用场景 最后会介绍一下RStreams的未来规划 那什么是RStreams RStreams它是可以理解成一个Leap包 因为它没有任何依赖 直接大家下载原码编译成架包就可以运行 也可以和业务之间继承 它也是一个Circle引擎 因为我们兼容了Flink的Circle语法 大家可以用Flink的Circle 来实现流计算 然后提交给它做流计 我们也和RoktaMaticure做了一个深度的集成 打造了一种边缘计算的场景 可以支持MQTT 可以支持数据的ETL 数据的流计算 数据的存储和转发 RStreams也可以理解成是个SDK 因为里面很多的组件是可以独立去使用的 那我们为什么做RStreams 那我们先看一下定位 我们知道常用的Flink Spark更适合做一个中台 什么是中台呢 也就是有专人进行搭建 专人进行维护 有多个业务方可以共享去使用 然后它可以支持海量的计算 但是它的底座是比较重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计算公式 一个Flink它的集群开销占到它的10%左右 它每一个job都会有一到两季的job manager的开销 它的每一个task manager 也会有一到两季的task manager的开销 所以导致了它的整体的底座和开销是比较大的 另外呢 它也不适合于随产品输出的场景 举个例子 大家的产品依赖了Flink 但是我们想去把这个产品部署在用户端或者边缘端 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 我们很难把Flink一块去带过去 因为它的底座比较重 运位成本比较高 资源开销比较大 所以呢 对比起来呢 Flink更像一个大炮 在战争中攻城掠地是一个很好的利器 也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但是在丛林站 游击站中呢 它就不如有AK或手枪 更有更更敏捷 所以我们RStreams的定位呢 是适合于随产品输出的场景 并不是定位成一个中台 我们的计算特点 尤其是擅长大数据量高过力清窗口计算的场景 那比较常见的场景 比如安全封控边缘计算 消息对列流计算 还有产品依赖大数据计算 且需要在用户侧部署 这种场景是适合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RStreams和Flink 其实是两种场景 它们本身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那RStreams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它是比较轻量的 一Core一G就可以去部署 它的依赖也很轻 仅依赖于消息对列 然后发布呢 可以通过Circle进行热发布 它也可以进行高扩展 比如South Sync 蒜子 还有UDF都是可以扩展的 它呢在高估率场景呢 也有一很好的性能 我们尤其是大段正责的场景下 性能可以有三至五倍的提升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种资源优化 使我们资源能够更省 因为它是一个流计算 可以支持毫米的延迟 部署方式上大家可以选择 是GCircle的部署 还是SDK嵌入的部署 我们也支持超大围表 那千万级的围表 我们就需要G百兆的内存 就可以支持 另外呢 它我们也提供了丰富的能力 比如说精确计算一次 滚动 滑动 绘化窗口 双流Joy 围表Joy 转化过滤 基本上满足大数据开发的场景 这是我们支持的常用的一些算子 给常规的大数据计算相差不大 如果不支持的也可以随时去扩展 这块我们就不展开的继续说了 我们接下来讲一下 RStreams的架构以及实现原理 RStreams呢 我们最早是基于简单的应用扩展来去 来对它进行一个设计的 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见的一种业务的应用的架构 是这样子的 有效率队列 一些无状态的计算 最终呢可能对于db进行一个输出或输入 这种架构呢 其实很容易去落地啊 因为它的自动容错负载均衡都是由效率队列去帮忙实现了 而它自身呢是没有状态的很容易去部署和扩展 但是这种应用呢大家也可以知道 这种应用呢其实是比较难承载 辅导的计算呢 比如说基于窗口的统计照这样的一个计算能力 为什么这比较难实现呢 是因为窗口计算需要shaf 需要task 通讯 task 通讯呢就需要全局的调度 而全局的调度呢就需要资源管理 而这一切呢都会导致整个架构会很复杂啊 那我们就很难在一个小团队里在短时间内去完成啊 所以稳定性和复杂性就比较难实现啊 所以我们的整体的设计思路呢 是基于这个问题的一个逆向思考 让我们知道所有复杂的根源啊就是shaf 那我们能不能用一种轻量化的方式解决shaf的问题啊 那我们这边看这个图啊 我们是把一个复杂的拓谱通过消息队列做中转实现shaf 把一个复杂的拓谱拆分成了两个简单的拓谱 而这两个简单的拓谱都符合于上面的这种啊 消息队列的应用的架构啊 这样的话 他这个架构就会变成这种无状态的那种轻量级的架构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承担 所以我们接下来只要重点突破啊架构怎么整合 窗口怎么实现性能怎么突破就可以完成啊 就可以用这种设计思路就可以实现一个更轻量级高性能的一个流计算引擎 啊 那我们先看一下啊啊架构的需求是什么样子的那架构需求呢 呃是需要高可用的啊 需要task能够分配和调度的啊 照过task照过和task能够进行融错的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呃常规的大数据计算的一个需求啊 那那大数据架构呢 比如说福林克斯巴克他们的实现思路呢 都是极群极群的方式去实现的 但是极群管理的方式就会带来呃架构很重啊 那因为他要实现高可用 他就需要依赖类似sukiper这样的组件啊 像弗林克及依赖将近十多个组件啊 他呢 因为要做调度啊 要做容错啊 他就需要更多的这种集群的开销啊 那弗林克大概有百分之十的集群开销啊 他的资源呢 也必须进行提前的设置啊 所以这是我们带来的一个挑战啊 如果说我们也用 集群化的思路去涉及我们的架构 就会使我们的架构变得很重啊 第二个点的话 像大数据计算这里面 我们就很多地方会用到状态存储 像也是弗林克和斯巴克都是用到的htfs 其实他也是一个存储比较重的一个引擎啊 他可能需要较高的内存配置和较高的磁盘配置啊 另外我们上一节捡到我们用mq去做shaft啊 那是不是会增加mq的压力啊 增加部署的复杂性 这是我们在整个架构设计中想得到一些挑战啊 所以呢我们需要换一种思路去思考 我们不能用大数据架构的思路去思考这件事情 否则的话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重啊 所以我们的思路就是变成了借力已有的能力 我们只聚焦核心的业务 对我们来说核心的业务就是计算啊 那我们思考了一下我们的大数据计算的这种应用场景 基本上所有的基赖以大数据计算的这种业务呢 都会有一个效益对劣度的输入或输出 那我们能不能考虑计算和集群和管理进行分离啊 我们用mq的集群管理的能力 而我们聚焦做计算啊 然后因为我们定位是高过率清窗口计算的场景 所以状态的数据量可能都不会太大 那我们能不能复用业务的db 或者是一些消息对劣自身提供的一些存储 来支撑我们的状态存储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变成了完全是没有一个依赖的一个 完全我们可以聚焦于啊只做计算部分的实现 而集群管理就完全可以委托给第三方去实现啊 所以我们的思路呢就是很简单啊 因为我们知道啊一个消息对劣啊 他都会有很多的分片 而这个分片呢消息对劣会对分片进行调度啊 进行负载均衡和容错啊 所以我们的思路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task 映射成消息对劣的分片 借用消息对劣分片的管理能力实现task的分配 调度容错和高可用啊 状态存储呢 我们尽可能复用业务的db啊 或者是消息对劣自身提供的一些存储能力来实现 而不用自己去实现啊 第三条提到的就是我们消息对劣做suff 是不是会加达medicure的压力 是的啊 因为消息对劣的压力取决于他的kps啊 因为他的cpu的压力kps越高 cpu的压力就会越大 所以我们的策略是说啊 我们做vp啊 把这一批呢进行多条合并成一条 然后再做压缩 这样的话他的整的整体的kps就会下降 这样的话suff的开销就能降到很低 啊这块的话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啊架构的一个设计思路啊 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采用了沙特纳性的架构啊 没有集群和框架的开销啊 我们没有任何资源的依赖啊 一个驾班就可以运行啊 但到刚才说过了啊 因为消息对劣和存储呢 我们都附用业务方的 所以对于我们自身来说我们是没有任何依赖的啊 然后部署的话 一靠一机就可以去部署啊 消耗也比较低 像这种suff的这种消耗的话 我们经过测试啊 7000kps只消耗0.12的cpu和300兆的内存啊 扩容也比较简单啊 因为它是无状态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提前设置资源 只要增加实力就可以随时进行扩容啊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窗口计算啊 大家知道窗口计算其实最难的点就是精确计算一次啊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啊 那比如说d啊是一个统计 因为流计算是没有边界的 那我们的统计只能给它设定窗口 那假设说我现在的需求是10分钟 10分钟的条数 就是count 10分钟的count 那这个地方的状态存储呢 我们就有两种实现方式 一种实现方式就是说这10分钟 所有的数据我都缓存起来 等10分钟到了 我再计算一下它的count是多少啊 第二种计算方式是说我每次只 比如只缓存它的中间结果 比如说来一条数据这是一 再来一条数据就是二 再来数据是三 我只存一是三 而不存具体的数据啊 当然当然大家也可以知道啊 第二种方案啊 对资源消耗上会更轻一点 我们绝大数也会采用第二种方案去实现 但第二种方向 第二种方案就会带来一个问题 当我运行的因为流是一个无限流嘛 当任性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 任务挂掉了 这时候中间存储的是状态 当我任务在恢复的时候 我从哪条开始回放 其实是一个很难的点啊 因为我回放的 如果说我产生了重复数据 这个计算结果就会直偏大啊 如果说我丢失了数据 这个计算结果就会是偏小 都不是一个精确的计算结果啊 所以这也是业界的一个难点啊 弗林克其实是在整个业界里面实现精确计算一次 是最优雅的一个实现啊 因为他的实现思路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啊 弗林克呢是定时的会 呃 找不麦你这儿会定时发一些checkpoint的请求 给他的数据员 这个数据员呢 会把checkpoint的当作一个消息 掺插大消息里面发出来 那每一个节点呢 收到查个point的时候 就会把自己的状态全部 存储到远程的存储里面来啊 但是弗林克这个实现呢 有两个点啊 是比较好性能的 第一个点呢 叫对齐等待 也就是说你看这两个数据员 这个窗拿这个窗户来举例子 当第一个数据员的checkpoint到了的时候 他不能把自己的存储写到远程 他必须等第二个到了啊 而这个第二个到之前 所有第一个流的所有的数据必须缓存起来 不能够在后面去走 所以这个叫对齐等待 当这两个数据呢 checkpoint的都到了的时候 他必须同步的把自己的整体的状态 写到远程存储里面来 所以这两块的会导致性能的开销比较大 大概有30%的性能的下降啊 我们也期望有更轻的方案啊 那弗林克我们为什么说 他是最优雅的 又说他比较重 是因为他的整体的思考方案 是他基于一个复杂的拓谱来做整体的精确 计算一次的逻辑 所以在这个复杂拓谱里面 他是最轻的啊 那我们呢 因为已经把一个复杂的问题 化费成了很多的简单的问题 所以我们用更简单的思路去实现 应该是有可行性的 那我们的实现思路是什么样子的啊 我们拿这个图来说 这是一个复杂的拓谱 给这个图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但是因为我们shaft的部分呢 是通过消息队列把它拆成了两个子照谱 那我们的原则就是说 如果这个照谱里面呢 是没有任何状态算子的情况下 我们只要保证至少消费一次的语益就可以了 而消息队列呢 天生就支持至少消费一次的语益 所以我们介入消息队列的能力 实现至少消费一次就可以了 而这一块的话 因为他有状态计算 所以这个地方略微复杂一点啊 那我们呢 第一我们这个状态算子呢 它是定期的定时的 一步的把自己的本地状态同步到远程啊 这个给checkpoint没有任何关系啊 它定时存储 它定时的一步的 微批的去把状态存储起来 它本地只要记下来 它已经存到远 成功存到远程的呃 原数据就可以了 而我们消息队列呢 最终要保存自己的自己已经消费的 offset啊 而这个offset呢 就不是说用就就要靠我们去决定怎么去保存了 这时候呢 它定时呢 就会发一个checkpoint的消息给所有的算子 到状态算子的时候呢 它只是返回它已经存储到远程的 这个已经存储到远程的这个原数据给消息队列就可以了 那消息队列呢 在在整个原数据里面找到最小的那个offset 作为自己的状态存储啊 这样的话 当它挂掉以后 它在回放的时候 它的数据一定是至少消费一次的余弈 而我们在存储数据的同时呢 会把原数据啊 原数据就是我们的分片 和以消费的最大的offset存储到我们的存储里面 这时候当任务挂掉以后 我们远程存储恢复到本机存储啊 这时候呢 数据呢 又是一个至少消费一次的逻辑 它会有重复的数据过来 那只要我们认为收到的数据啊 它的offset的小于等于 我已经存储到远程的offset 我就丢弃掉去完成去成的逻辑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实现精确计算一次的逻辑 而这个好处就在于我们整个的状态存储呢 只只存储一份 而且呢 我们也不会因为checkpoint进行阻塞 因为checkpoint的逻辑只是一个内存的防卫啊 它并不会阻塞 所以性能的据失是比较少的 第三个呢 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circle的优化器啊 这是我们在实际应用中的一个需求啊 这个专有云的一个需求啊 因为专有云呢 其实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云 部署到用户的idc机房里去啊 那每个用户呢 就会部署一种独立的云啊 对应到我们的安全需求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安全的产品 因为依赖于大数据计算 所以在每一个用户里面 就会部署一个啊 分林克的集群啊 这就回到了我们最早讲的 所以产品输出的场景 而专有云呢 那呃虽然他也叫云 但是他的弹性能力是没有公共云好的啊 如果说我们需要扩容的情况下 需要用户走流程做审批啊 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他很难扩容 所以我们那时候 但是呢 安全呢 又需要经常增加规则 来保证他的安全的呃 安全的效果啊 所以我们这个需求 就是提出了一个很变态的需求 就是要用有限的资源承载啊 其实我们期望是无限的规则 但基本做不到啊 要承载更多的规则 且不随规则的增 且资源不随规则增加 而现限增加啊 这是我们的啊 当初的一个计算公式啊 这是我们用弗林克的时候需要的资源 就是我们需要768G的内存啊 加上我们老引擎是一个正责引擎 需要32G的内存 那我们最终期望只用32G的内存 来承载前面所有的这些规则和任务啊 所以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当初呢 也是基于安全的特点做了一些分析 安全的特点是有三个特点的 第一个是正责比较多 第二个是 自断的重复率比较高 第三的话是数据员比较少 但是每个数据员的规则比较多 所以基于这三个特点呢 我们做了一系列的优化方案 第一个优化方案叫任务归并啊 那什么叫任务归并啊 就是同一个数据员 比如说我一个数据员有100个任务 如果有100个任务 如果这100个任务独立去跑 每个任务至少就有自己的县程啊 那每个任务呢 至少都有自己的启动内存 那启动内存呢 那无论是县程还是启动内存 都要有一定的buff 所以整体的开销就会比较大啊 如果说我这100个任务能够在一个任务旗里去跑 那他们就可以共享内存和县程啊 那我可能用一个县程池几十个就够了啊 这样的话能够最大限度的去降低我们的资源啊 当然会带来额外的问题 就是说啊 那这个任务之间就有相互的影响 这个可以按需的去使用啊 呃 我们是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同源规并的策略 就是你任务每一个任务可以独立的开发测试 发布啊 那你可以独立的去配置策略 要不要把它 规并到同源里面啊 你也可以不规并也可以规并啊 所以这是一个方案 另一个方案的话 我们叫表达式指纹 我们知道啊啊 刚才讲到了我们因为特点是正则多 或者叫表达式比较多 无论是正则还是like 还是字符式比较 我们都认为他是比较式 啊 那我们的策略就是说我们多个任务 我们把多个任务的表达式能够在 因为我们是circle的形式进行发布的 circle的话就可以进行预变译 我们在预变译的阶段就把整个表过滤的表达式 全部抽取过来 形成一个以变量进行这些作为k的一个分组啊 比如说啊 comment line啊 是一个变量 比如pass这个变量 comment line有1000个表达式 所以pass有500个表达式 我们就会做一个分组 而这个分组的话 我们就会对应一个缓存 这个缓存的话 就比如comment line有1000个表达式 我们就会有一个1000比特位的一个存储啊 那就是说这一有有一个1000的比特位啊 作为它的value啊 然后呢 当一个数据来的时候 我们先查存储的comment line有没有缓存 如果没有缓存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计算这1000个表达式计算的结果啊 如果这个表达式触发了对应的比特位就制成1 没有出发对应的比特位就制成0 同时把这个把comment line的值作为k啊 然后这个比特数组作为value存到我们的高压缩内存里面去啊 如果说呃 来一条数据这个comment line 以在缓存里找到了 而这时候这1000个表达式都不会再计算了 直接把结果放在我们的上下文里啊 给后面的计算直接去使用就可以了啊 这样的话 如果你的资料重复率比较高啊 你规则无论增加多少啊 那他的计算的成本都会把一个1000的计算量 变成了一个欧一的比对操作啊 所以他的资源就可以不随着规则增加而增加啊 当然如果你的资料的重复率没有那么高 其实影响也不大啊 因为呃 他只是增加了一个欧一的查询操作 不会对性能再来额外的影响啊 另外呢 如果即使说你的资料的重复率很低 我们还有一个优化手段啊 是用hyper scan hyper scan加速啊 因为我们知道hyper scan 是一个基于预编译和硬件加速的一个证则引擎啊 那你的正则分布在不同的任务里 那你的预编译的效果就会相对差一些 如果我们把所有规则的正则汇聚在一起 那他的预编译的效果就会非常好 那hyper scan的加速性能也能提高10倍以上啊 所以即使说你的表达是指纹失效了 那hyper scan也能给他带来很大的性能提升 所以这一连套的组合方案是我们的性能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啊 当然大家可能会提到一个挑战啊 这个我地方也写到了啊 缓存是否会增加你的资源开销啊 因为我们缓存呢 那我们基本上不会用分布式的缓存啊 因为iO的增加会使我们的kps有大幅的下降 所以我们都是本地缓存 那本地缓存像我们刚才说可能有大量的缓存 会不会会不会使我们的内存的开销变大啊 其实是不会的 因为我们知道java里面的一个map作为缓存的话 他会有对象的同步开销对齐开销啊 什么大小的这个存储这个size大小的开销 还有一些引用的开销 所以你可能几万条数据在map里存储就需要几个G的存储量啊 所以呢 我们基于这个原因呢 我们自研了一套本地的存储啊 第一呢 是我们的k 因为我们的这个缓存只是一个查询的过程 所以我们可以用md5去表达啊 这样的话 我的k无论多长都可以压缩到16个字节啊 当然大家可能会担心md5的碰撞率啊 因为啊 这个大家可以查一下 因为md5的碰撞率可能是10的-20几次方啊 所以这个基本上重复力不会太高的 非常呃 可以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value呢 我们会用原始的字节啊 完全没有头部的开销啊 这样我们测算起来 一个k是50bit啊 然后value是20bit啊 然后它整体的内存开销不会超过500兆啊 1000万的数据量不会超过500兆 是原始数据的53%啊 是java map的17% 这样的话啊 你想想我们1000万的数据啊 其实也有几百兆的开销 那我们可以保持我的缓存就存1000万条数据啊 等超了以后我就把老的数据剃除掉啊 这样的话你的整体的开销可能只有几百兆的增加啊 完全不会增加整体的资源开销的啊 所以这样的话整体的效果我们看到我们是最终的效果是用了啊 原来4%的内存啊 原来不足30%的cpu啊 最终承载了原来1.2倍的规则 也不需要增加物理机 也不需要增加扩容 也就实现了上面的这个公式啊 这种色固域化器的一个性效果啊 接下来我们会讲一下啊 Streams在安全和别人计算的一些应用场景啊 第一个应用场景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阿里 阿里在阿里的这种装有云这种安全的落地啊 刚才讲到了装有云 其实属于啊 每个用户要部署一套 属于产品随用户输出的场景啊 所以呢 flink是比较难落地的啊 导致了我们入群检测能力就不足 风险就比较高啊 那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刚才也讲到了 是因为它的资源有限扩容比较困难 而规则又要持续的增加啊 所以我们基于我们刚才的这套体系方案啊 把Streams引入到了阿里的专务云安全里面 最终呢我们也看到了效果就是说我们用了4% 30%的资源 4%的内存 30%的CPU啊 承载了原来1.2倍的规则啊 我们覆盖了我们全部的安全需求啊 因为我们兼容flink的语法 所以我们的规则是不需要改动 就可以直接跑在这个引擎上的啊 我们也覆盖了我们现在原来 flink上的所有的规则啊 那多个产品在应用这个计算引擎啊 像暗骑士态势感知 暗地压溯源sock 另一个成场景呢就是嗯 云安全中心的混合云啊啊 云安全中心呢是我们的一个安全产品啊 它主要是提供一些主机的安全检测能力啊 那呃它的整个的运行思路就是说 我们会在用户的主机上去部署一个agent agent会把用户的日志采集到我们的中心端 我们的中心端提供统一的检测啊 但是呢在下面的几种业务里面 其实毕竟这个就会遇到了一些阻碍 比如说我们的跨国业务啊 那原始日呢受限于法规就很难传回到中心里面了 还有一种场景是多云的场景啊 因为将来啊各个企业可能90%的企业都会用多云的 场景部署的业务 也就是说我的业务既在阿里云也在腾讯云 那这时候用户买了阿里的安全产品啊 那期望能够兼顾腾讯的这种业务啊 这时候呢我们就会在腾讯的啊 ECS上装安装阿里的安置 把数据采回来啊 但是用户如果不期望大规模的日志传输的场景下啊 那这种也会受到限制啊 所以他的挑战就是说日志量比较大啊 上传成本比较高用户不愿意去传 或者是说用户的实习性要求比较高 希望在本地去计算啊 不需要在中心的转一圈啊 第三呢就是带宽啊 大量的日志上传容易影响他的正常业务啊 所以我们的整体策略也是在边缘的比如说腾讯 我们就在腾讯的ECS上可以部署我们的边缘计算组件啊 只上传告警 原始日可以不上传啊 另一种像国际化的这种场景 我们可以在国际化的region里面本地去部署我们的计算引擎啊 也是刚才的这种逻辑 是上传告警 不上传原始日志啊 因为我们这个方案呢 是基于我们刚开始讲的这种和rockmeticure 打成的这种边缘计算的这种方案去做的 所以呢 我们不仅可以用很少的资源去支撑啊 我们的这种边缘计算 而且还可以支持本地的这种转头啊 可以在本地把我们的原始日志对接给用户的sock 和sim的产品啊 让用户可以把日志用起来啊 当然这种边缘计算最大的挑战就是在于部署升级这一套体系 所以我们做了一套云管的一体化的能力啊 引起和规则都可以做到热升级啊 还有一个应用场景就是我们在工业制造的iot团队啊 他们的需求呢 就是说我们要在iot场景做一个流的规则引擎啊 因为我们知道iot呢 其实它的标准协议啊支持的都是mqtt啊 那我们流计算里面呢 也把mqtt的能力引入了进来啊 当然他们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特殊的点 就是说他们提供的资源是4块8g 要混布业务和我们的这个规则引擎啊 而且要跑几百个任务 而每个任务呢都会关联一些围表啊 那这个围表我们知道围表的关联实现有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就是说我把围表全部缓存在每个任务的缓存里啊 内存里面 另一种就是像比较大的围表 像弗林克实现这种partition joy啊 他的围表都很小 都可以缓存在缓存里面 但是你想想我们4块8g里几百个任务 每个任务都缓存一个围表 即使这个围表只有几兆 其实整体的开销也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总共只有4G的内存啊 所以我们在围表这个地方呢 也帮他做了一个围表的共享 就是一台机器上的所有的任务 其实只有一份围表的存内存存储就可以了啊 资源可以更小啊 当然这种circle的规定和热更新啊 也是也是支撑他可以让这个规定 你可以让用户自定义 也可以自己随时发布自己的规则啊 啊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asdream的未来规划啊 未来的话我们会从几个方面去加强他的能力 第一方面因为我们现在asdreams主要实现了一个流据在的核 那资源调度监控控制台还有稳定性的完善啊 啊我们都会继续去加强 希望开源用户能够更好的去落落地啊 同时呢我们边缘计算呢 其实在阿里呢是有一些应用场景的 我们期望几种场景达到一个啊 边缘计算的最佳解决方案啊 同时呢我们会引入cp流pt 一体继续学习的能力啊 我们也会增强消息的接入啊 比如说文件sysloghttb的接入能力啊 加强etl的能力达到一个整个消息的闭环啊 我们也会考虑向es的搜索作为我们的数据员打 使计算和分析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结合啊 啊这是我们的这个asdreams的开源地址啊 上面的是整个计算引擎的cord的这个开源地址 下面的是我们这个circle的开源地址啊 这个地方啊我们这版发布的应该是支持blink的circle blink的circle其实我们也支持大家需要的时候啊 可以找我跟我说一下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新的版本啊 因为那个版本我们还没发出去啊 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对asdream有兴趣的同学啊 一块参与进来 共同打造一个轻的流居三引擎 如果有的同学有业务场景需要用的啊 也可以联系我我们可以帮大家一块啊 把asdream在各自的业务里去能够做一个落地 好我今天的分享就结束了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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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